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一种逼近的 是exact的 那就是histogram or the generative value 沿着上我们透过histogram分析 它是converged to the corresponding pdf 的分布 as the number of value goes to infinity 还记得吗 这个exact的就是说 你如果说是依照这种 这个演算法产生出来的这种 随机变数 我们要verify 它真的是服从这种分布模式 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让它产生 适当量的随机变数 然后透过histogram分析 因为是continuous 所以我们要设定它的 那个bin width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少 太小 上次我们有讲过histogram 这个技术里面 适量的分群 那再统计它的relative frequency 那看到relative frequency 是不是有浮虫 那个分布模式 跟那个所谓pdf的分布模式 吻合 那这样的话 如果说吻合 当是个数越多 它的吻合性越高的话 那我们称这个algorithm 是有exactness这种特性 有一个exact的特质 再来robustness the performance 就是这个algorithm的表现 should be insensitive 变成 不会受到这种干扰 to small change in the random variable model parameter 意思是说 当这些参数值稍微变更 稍微就变更的时候 你的那个不会非常sensitive and work 那个property for all reasonable value of the parameter 意思是说 它的robustness 它的强正性 当你这个参数值稍微有点变更的时候 它还是能维持这样的一个变化 不会受这个参数的变化影响 导致太大的变动 就是robustness 这种特性 再来你的algorithm是不是efficient 是不是有效 运算够快速 还是要经由繁复的运算 才会得到一个随机变数 强大的就是efficiency 好 computing the time 跟那个memory the use are efficient 所以用 比较短的时间 用比较少的记忆体 那能够产生一个乱数出来 那就是代表你是efficient 所以这个efficient 通常会看那个 这个CPU的时间 那CPU的时间通常乱数产生 通常 in the very beginning 可能是要做 种子的设定 或做一些初始化 像我们写成物件导向 对不对 我们总是要new出来 这个参数的种子要配置机体 那这种东西叫setup time 它只会产生一次的 那记得下来 你就要产生一个乱数 我就执行一段 产生一个乱数 执行一段 再来的时间就是这个 这个韩式呼叫 所以这个叫marginal execution time 那marginal execution time 就是你要产生一个乱数 就需要耗一分的 那setup 通常就是 就是这个乱数产生性 只要执行一次就好 这两个时间如果说越短 那你的algorithm就是efficient 大家知道 所以这个时间 accured each time and random value is generated 就需要执行一次 那理论上 如果这两个时间是小的 相较于其他的演算法 是小的 那我们就讲说你这个演算法 是efficient 那credity 就是说你今天怎么样产生 这个随机变数呢 我看你的公式 看你的这些should or call 大家很容易 catch out 原来这样的演算成绩是 产生这个服装 这个分布模式的 那我们就称为它是clear 所以credity是这种algorithm that is easy to understand 那这个understand 是understand by human mind 我知道你是透过这种方式 产生出来的随机变数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 那儿人是x1加上x2 加上xn过来 那就很明确 因为这种随机变数 产生的这些concept 是从这边过来 那implementation 也是依照这种concept 过来 那它就很可以 那你不要弄一个 非常隐晦的韩式 大家摸不少头绪 如果说你是直接一个 非常隐晦的模式 韩式过来的时候 反而你loss掉这种clear 这种clear的概念 虽然它很有效 但是这种做法 虽然比较没有效 但是它的clear比较高 也就是说通常这两招之间 没有一定相对的关联关系 有些时候你clear比较高 但是那efficiency就非常低 因为可能还复运算 那有些时候 它比较快速运算 可是呢 它那个公司呢 这个演算的这个algorithm 你通常是看不懂 因为你没有所谓这个 human mind的这种理解 好 所以implementation 就是always preferred 通常我们是这样 所以我们希望说 这种implementation 是可以协助人理解的 比较容易理解的 这种方式来implement它 好 但是呢 如果说从computer的角度上 它需不需要认识它 不需要 这个clearity 完全是从人的这些 理解认知上出发的 可是电脑真正内部 在运算的时候 它才不care这种clearity 它反而要求越快速越好 所以这种clearity的要求 纯粹是从human mind的角度来看 这个algorithm 写上 用这种algorithm 我很明确知道 它这种尺寸结果 一定是符合这种模式的 因为背后有这种 物理的这些concept在后头 所以它是比较clear 那你不要用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式 我们看不懂它做些什么 那这个clearity就很差 但是通常这个 写成一个快速的这个函字里面 它可能就是效能比较好 所以这里头通常 这种algorithm 选择就是以续练不能兼得 那另外一个quiteer是synchronization 为什么synchronization异体呢 你记得我们不管 哪一种乱数产生器 我们是不是都要用到一个uniform 0到1的之间的这种随机变数 对不对 就是random 我们用单列朋友就是random 总要产生random的一个next double 对不对 好 那synchronization就签到这个家伙 叫用的次数 你如果说 因为别忘了种子在这边 总子seed在这里头 你如果说产生一个乱数 真的只呼叫一次uniform 那我们称为叫做newsynchronization 你不能说我今天要产生一个随机变数 我执行了uniform乱数 执行了三次四次或五次 那才产生一个随机变数 你用三次五次 那就不是一致了 所以这里头synchronization要指的是什么 exactly one call to random function for each random value generation 那这样的话 一对一的 那我们称为叫synchronization的特质 是synchronized 好 那recorded.random 它是一个soso any random value generation 记得吗 好 这是等一下提醒大家 我们都需要一个乱数产生性 所以synchronization指的是说 教用的次数一次 那表示你这个album是有synchronization的 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吗 刚才我们不是用erlen吗 erlen这个 erlen这个范例的 你说当n等于3 那你如果说是采取x等于x1 加上x2加上x3的 对不对 你呼叫了几次uniform 呼叫了三次 因为这每一个都是 这每一个都是一个x2分布 才产生一个x2分布的随机变数 三个加起来才是你真的送出去的值 所以你产生一个x2 你是不是呼叫了三次的uniform 所以你用这个algorithm 产生一个erlen分布 你的algorithm就没有synchronization 不是synchronized 好 那monotonicity monotonicity指的是说 你给定的u值 如果说是小的 u是小的 你产生出来的x值也是小的 接着给u值是大的 产生出来的x值就是比较大 那我们称为叫monotonicity 你说不是很正常 应该知道吗 没错啊 你如果说用f 法韩式的当然是 这种algorithm绝对是有呼双monotonicity 但是你如果说用其他approximation 过approximation的技术 来查找fu等于x 来解这个值的 那解这个函字 你用了去一些approximation的技术 或是里面的技术来找的 那你的monotonicity 可能没有维持 所以记得一件事情 所以the algorithm is synchronized 大前点要synchronize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u to x is monotone monotone increasing 好 那这样的话你才有monotonicity 也就是说你要有单调性的大前点 你要synchronized 你是属于这种的 然后呢 确定是u小的产生x是小的 u大的产生u是大的 那这样才有monotonicity ok 所以一个algorithm 将来会透过这个quity的分析 它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特性质在那个地方 那有没有特性质 其实 坦白讲并不是非常重要了 只是说 将来你对于这个乱数产生器 它使用的algorithm 就比较有一个认知 它产生出来是不是exact还是non-exact 那它是不是因为运算要求快速 所以它采取的是那个efficient为主的 它可能algorithm就是非常隐晦 你比较不容易有clear idea 这个是一个频段 这是一个频段 好 那我们首先呢 就回到我们前面在第六章已经谈过 我们是用idea based 这种generation algorithm 对不对 如果说有idea 就简单了 就这样就解决了 就得到x了 好 我们来探导它 所以假如using这个inverse to generate uniform 这个范例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我们uniform 是不是用产生方式来做的 没错 你看我们的做法就是 由乱数产生器产生一个 只有一个而已 只复叫一次 就return一次 所以u过来 对不对 这是我们已经implement过了 所以没错 这种特质是有exact 而且clear 而且是有synchronization 而且有monotonicity 这种特质在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是不是也一样 我们已经 这个都是我们做过的 我们另外做过是一个 所谓exponential分布 对不对 一样我们也是用inversion的 这种技术手法 去generate exponential分布的 一个random value 一样 你看我们也呼叫一次 就产生一个 mu 负mu 乘以这个 miss的那个 去ln 对不对 好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观察一下 note that the random value 这个u is uniform 0到1 一点之间 even only if the random value 1-u is also uniform 0.1 这里头 注意看在这里头 我们是用1-u 那 没错 u是浮动这个部分模式过来 那我现在问你 1-u 另外一个变数 假如u' 是等于1-u 那它是不是也是一个 服从union分布 当然 也是服从分布 so therefore it is also valid to generate exponential分布 那你这个是你的algorithm 才那个 那我们现在省略掉 我们只用一个 直接u 拿过来 u过来 ok ok 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algorithm y 就省掉一个- 但是呢 它其实过来的状况是这样 变成 小的u 产生大的x 小的u 产生大的x 大的u 产生小的x 刚好就是 互换过来 但是原则上 这两个结果呢 产生出来的这些随机变数呢 其实都是服从exponation分布 没问题 毫无意义的 只是monotonicity 就刚好是相反过来 一个是 u越来越大 产生x是越来越小 monotonicity 其实还是有维持的 只是反向的为止 好 所以用这个algorithm 其实可以更精简 省掉一个简法 那你其实可以试试看 其实结果是 那个 公布模式是一样的 好 那 所以这个random value 的generation algorithm illustrate 就是我们讲过 idf的这种方式 产生的这些随机变数 这种演算法呢 原则上 它是perfect 它是idea 是理想的 所以它确实是portable 因为简单 非常明了 还是 其实任何语言都可以implement 都可以转制到各个机器 所以这些各样的特质 它是portable 也是exact 得到了这些主意 所以exact 确实就误差了 所以1是有 efficient 也非常精简 clear 也synchronized 而且也有monotonicity 这种特质在 也是monotone OK 所以 idf 当然是我们prefer 所以generally it is not possible to solve for a continuous random value available idf expressly by algebraic technique 好 那如果说其他状况之下 怎么办呢 如果说没有close-phone equation 那怎么办 2 other options available 第一个使用一个function 就是说这个function 没有办法有close-phone equation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 最care的是什么 应该是FOX 我们其实要找到一个 这个东西 那你说这个东西 没有close-phone equation 当然没有close-phone equation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 逼近的applysmation 的function 逼近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我们不是用原来的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求exact 你有idf 直接用它来做 当然是exact 可是我们有一个 我们找一个lay的 我们找一个lay的 approximate f-1 还是直接来用它 而且这边是有curse-phone equation 带进去就可以算出来了 lay的 对不对 我们只是牺牲exact 但是呢 我们还是有效率的algorit 所以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 用approximation的技术 那approximate 这个f-1 这个function 因为它没有curse-phone equation 好 那另外呢 是determinant的idef 另外一个方法是说 好吧 我就用你的求解 by solving the equation 就是你今天 你今天有f-x 它不是一个close-frame 是比较复杂的 不标准 它就是个function 我gain x 你可以算出一个子出来 它不是一个close-frame equation 但是我gain x 你可以间接地 告诉一个子出来 那我就尝试用一个 所谓的那个numeric的手法 那我们其实 已经在第六章谈过 这是叫numeric的手法 来设法 给定一个u 设法把x找出来 那我们再求解这个function 求解这个equation 就对了 所以determinant的idef 其实在求解的过程 就其实在identify的idef by solving the equation u equal fo of x numerically for x 那我们其实在第六章 讲过这种所谓那个 所谓numeric的这种inverse的方法 其实就是指的这个计数 好 那我们这一章 会额外谈到就是 quassimation的计数 尤其在normal division上 因为我们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回过团 再看一下 uniform没问题 exposition也没问题 exposition也没问题 它有close form的idef 那比较麻烦的是这种standard normal 我们刚才算到那边很复杂 这个z 这个z fog 是一个复杂的function 是一个基本方式 是一个什么involve的gama 方式在里面的 它们有一个close form以亏险 那么怎么办 好 那你要建一个standard normal的乱数产生器 怎么办 我们谈的就是apportion的技术 好 回顾一下cd function 5g or random variable z 所以技术就是uniform的 这个 不是uniform 就是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的随机变数 cannabe evaluate in closed form 了解吧 没有办法 那我们就尝试用apportionate技术来 第一个我们介绍Messor A Messor A其实很早提出来 在1974年这个学者提出来 它是一个apportionate的algorithm which is reasonable efficiency 哦 它没有牺牲efficiency 那essentially enegregible L 所以原则上它的误差 会把它锁 其实可以忽略 也就是它这个滑行 它产生出来的随机变数 不是exactly 这个随机变数 但是有点误差 这个误差其实是非常小 可以忽略的 好 所以以数学方式来看 我们现在看到了 U是借于0到1点之间的 这是given的 那我们要知道X 那5分 其实这个function就非常护杂 没有close form 对不对 我们用一个apportionate 用一个apportionate 我们用这个符号 所以我们找到一个function 是inverse function 但是apportionate 用a 它带一个参数是a的阵列 好 那这个function是怎么定义它呢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你given u 我们用这个方式 也就是我用这个方式来逼近你的 原来的那个idea function 所以事实上我在处理的是这个 5 sub a 这个东西 那公式展开 分成这样 u是大于0.5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 小于0.5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 这小于0.5的部分 用这个公式 那这边有一个t 这t怎么办 那t' 那t' t在这个地方 你把t' 你把t'子丢进去 你这个把t'子丢到q' 那p'子丢到这个地方 q'在这个地方 那你把t'子算出来 带进来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t' 所以这里头t' 其实有一次polynomial 有一个多项式 对不对 相加好 所以一次二次三次四次 那分别有系数 a0 a1 到a5 a4 对不起 a4 a4 总共有5个 那b呢 这个q呢 父母的部分 其实是一个q字 一样 b0 b1 到b5 所以general公式 在这边 这两个公式在这边 一个是带t进来 一个是带t'进来 一个是带t'进来 所以当你t' t'算出来 好 那看你贵数到哪个地方 所以它不是一个close one 但是 algorithm 可以implement 那有没有curity 这个很难讲 因为物理医你看不懂 除非你去看这个paper 因为它是个approximation的技术的手法过来的 好 那再仔细看一下它的细节 这个approximation method a 是这样 given that 这个phi sub a inverse of u 它approximation 原来的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这个cd function 这个ideal function essentially exact 因为它是approximation 所以出来只要 这个数量够大 毕竟的结果 你能看到 那个historical 腹部 其实是 也是完全 那个 吻合的 所以我们except 不代表说它数值完全是 except the same 只是 那个误差呢 随着个数多的话 那 腹部模式是跟p的 那其实就够了 是 essentially exact and can evaluate with reasonable efficiency 它预算效能 还不是太差 预算不是太复杂 那 inversion can be used to generate normal 01之间 所以standard normal 的随机变数 这就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这样 我们既然是 approximated inverse point 所以我们一样 U 产生一次 带进来 就是return 这个随机变数出来 那这个mess a 呢 原则它是 portable essentially 我们讲essentially exact 当然会有误差 因为它是approximated 所以我们不敢讲 它是完全 exact 要完全 exact 一定就是它 原原本本 原知的这种 所谓ideal function 那它是approximated 但是原则上呢 它是够逼近 所以我们讲essentially exact robust 一样 跟其他的 inverse function 一样 reasonable efficient 就是说 虽然看起来 它运算不太复杂 但是呢 其实步骤没有太多 syncrad 一样 用一个U而已 就产生一个便利算 monotone 没错 也是这样过来 那这个学者 提出来 公式已经告诉你 它的b进方形 已经算出来给你 所以将来你实作它 你可以实作a method 就要用到a0到a4 b0到b4的范围 那透过前面的公式 透过前面的公式 就可以设计一个原算法出来 好 这个是approximation a的方法 另外一个approximation 的一个method 称为叫method b 它是这样 Based on the fact that u sub 1 你看这uniform description u sub 1 u sub 2 到u sub 12 总共有12个 随机变数 uniform 0到1 也就是说我 请那个随机变数 uniform随机变数产生 比如说你用randon 产生了nex double 产生了12个随机变数值 随机变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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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的值全部加总起来 扣6 就可以是b进的stainable normal distribution 听起来很奇怪 不过,思考一下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It is approximately normal 0.1 因为它的时间的div. 已经上一个了 那我们uniform的上级是0.1 0.1 0.1 最多只是1 所以最极端状况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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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是12 12扣到6,是不是回到中间 就变成min是6 但是呢,我们uniform distribution 里头是0 1 2 没错 所以这是6为中间 那z值,因为平均这个12个 平均中,它的min 应该是12个 应该是在6左右,6-6 所以相对呢,扣掉6就是会回到,min 回到0的地方 好的,min of this random value is exactly 0.0 因为这个是range 换回是1 uniform 里头平均是0.5,0.5,加0.5 12个0.5 所以是66.60,所以它min 是0的地方 你可以透过那个expected value 的这种技术来推导它 那standard deviation is exactly 1.0 没错哦,你会看到这个standard deviation 上面是多少 加重起来一样,12分之多少,加起来一样 刚好出起来是1.0 and the pdf is symmetric about 0 这样对称哦 那the set of possible values 呢 是不是负无穷大、无穷大 当然不是啊 因为这是0到1.0之间啊,所以最多是1嘛 所以它的上界是6到负6之间而已 所以这样的技术哦 所以意思是说,假如说从standard normal 来是原来是这样,对不对 从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但是现在的pdf是负6到6之间的分布模式 这个分布模式要透过那个historian才画得出来 所以它这个是cut off 负6的跟6的就是被cut off 掉 所以那ideally 所以你用这个方法把pdf你得到的最绩变数 就不会可能,就不会小于那个负6啦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justification is provided by the central limit theory 好,那原则上我说,为什么这样可以逼近它 原则上还是来自于那个central limit theory 这样推到过来 所以本质上 本质上是这样 所以mess of beginning is portable 一样哦,这个algorithm wise程序 你绝对可以在各种电脑里执行 Robot is relatively efficient and clear, but not exact 因为它不是由原来啊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个所谓那个applishment 技术 它是直接这个方式模拟过来 那稍微有点误差 可是我们现在完全是新的一个 所以not exact 那synchronized 对不起哦,这个not是包含这样 not exact,not synchronized,not monotonic 只要non synchronized就是non monotonic 这monotonic就是没有这种特性存在 所以这个Mess of B 它不像Mess A那么好用 所以相对 你可以这两个都implement 但是记得Mess A应该是比较好的 好,这是Mess of B 那还有另外一种Mess of C Mess of C也是一个学者提出来,更早 Box跟Muller在19580更早提出来 Mess of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它用到两个U1,U2 Independent Uniform Variable 也就是说它产生一个随机变数 它要用到两个 Mess of B1,U2 然后呢,这时候它就吐出G1出来 也就是用了两个 它可以产生两个随机变数出来 那如果说这两个随机变数都用上了 那因为这两个的产生是来自于 两个uniformly distributed的随机变数 所以它有维持synchronization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用了两个U1 是針对产生的G1送出来 G2就把它discard掉 那就没有所谓synchronization 不过它有一个对称的特质 也不是对称的 有成对的这种特质存在 在这个地方 所以G1是怎样 开根号-2LNU1 OK 这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熟悉 我给前面看一下 一个是称cos2πU2 另外一个Z2开根号 这个是-U1 这两个都U1 U1的部分在这个地方 那U2一个是sin 一个是cos 那这样产生的G1跟Z2呢 Would it be independent of normal Ustandard normal Random variable 它是很困难的 在这个地方 If and only if 我大前提是这样 Only if normal value is needed 假设说 其中只有一个 假设你今天他每次需要两个 产生一个G1跟Z2 但是 If only 假设你只有一个 那个normal value is needed 也就是执行这一次 你其实只要其中一个 The second normal value must be stored 或者subsequent call 或是discorded 第一种方式 你可以把它discord掉 第二种方式呢 因为你要产生一个run 只要产生一个run 对不对 可是你其实产生G1跟Z2 那有两种做法 你是需要一个嘛 你需要一个嘛 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 我把它保留下来 Store 起来 也就是说 你虽然只需要一个 你只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random value 对 我这一次呢 产生了G1跟Z2 那我G1 return回去给你 我G2存起来 存起来 那下一次你又要求我 产生一个变数 那我就没有再算了 我没有再产生G1 我直接把G2送回去给你 那第三次再进来 是我再重新算 好 那一般的做法 最好的做法是 我G2要保留下来 所以这样的话 你可以维持这个演算法 它的synchronization 一个U 产生一个随机变数 两个U 就产生两个随机变数 第二个随机变数 没有discard掉 没有把它舍弃掉 真的用在第二次产生上头 好 所以MassC 它应该上是pollable 应该上程式都可以pollable Ex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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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Robust and relatively efficient It is not clear 对不对 你将来有机会再去读它的paper 也就是说 从那个serule的角度来 它是Exact 但是真的是逼近那个function 但是not clear unless the underlying theory is understood 那It is not monotone 人生上方 你看U1 U2 没有假装 U1小的产生的 就是小的 U2大的 就产生U2大的 没有办法做这种tender baby 那It is only synchronized 什么时候synchronize 你假如说pollable 你假如poll wise这样使用 那你是synchronize 因为两个U 产生两个变数 而这两个都有派上用场 那才有synchronization 如果说你采取是说 产生一个 我就重新执行一个U1U2 也是要吐出一个G1 G2把它discard掉 那你就没有synchronize 好那以上介绍的呢 是三个apposumation的一个方法 那建议大家实做 那个meth A meth A其实算是比较稳定的啦 那要不然你就做meth C也可以 那以至上meth B呢 它里头呢 其实是它的范围呢 跟那个其实是有点差异的 那既然有这三个演算法 那我们 产生这个所谓 Standard Normal Description的一个随机变数 那我们来查看它的差异性 好 所以suppose right now 我们那个 有create一个 那个Standard Normal的这个 随机变数 那Law Bound Up Bound是-5跟-5 -5到-5 那因为它mint在0的地方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 各5个 那个Standard Deviation的那个换围 那我们来开始replicate 就是说实际产生 各十百千万 十万个 应该是各十 十万个那个replication 那我们采取bin呢 是三十一个那个bin 那统计做它的那个 histogram 那绿色的线呢 绿色线它是pdf 的那个function 是Standard Normal的pdf function 所以如果说我们 统计出来的histogram 跟这个绿色的线是非常稳的话 那代表它是最好的 那事实上你看起来 这三个mess mess a 这个mess a 是这个紫色的 是标准的 就是说 我这边实做的就是 所谓mess a的 b呢是另外 有一个那个乱出产生 那是12个uniform 扣掉6的 那第三个是 最近介绍的mess c 就是那个这个学者 摩尔就是用sine cosine这两个算出来的 那我们把它的gain chart画出来 画了三条线 这三条线gain chart画在那边 那我们跟这个绿色的线比对一下 如果说越跟close 跟绿色的越稳 那代表是越好 那事实上看起来好像相差不多啦 一隐约一带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诶 这个 这个感 那个 黄 那个 深黄色的定位 好像 somehow 有点dbl 对不对 没有到那位阶段 那其实比较稳定的 会是那个紫色的 那again 这个地方跟你那个 在做那个replication的时候 都乱出设定有关 每次run的结果都不太好 所以你robbling看起来是 紫色的是我们用mess a 紫色是mess a做的 那mess b呢是比较差的 mess b就是所谓那个 12个uniform 那扣掉6 得到的 那蓝色的呢 这个是sine跟cosine得到的 统计出来 所以我们要越来 我们应该理论上要逼近 这个绿色的标准的pdf function 那它看起来 是紫色相对比较好 那这个状况是大概 各十百千万 十万个 分成三十一个bin 那同样再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是 应该是一百万个 应该是一百万个 那分成三十一个bin 同样的 这几个方法比较好 那再看一下它的比对性 那这个时候呢 当replication越多的时候 你会发觉其实 紫色的跟 就是Math A跟Math C 那我跟sine跟cosine 这两个因为它有学体上的依据 而proximation 认为误差可以缩小 所以这两个其实欲去欲步 非常合 但是Math B呢 somehow呢 因为它界定在这个那个 六个对不对 六个标准差之内定义在那个地方 所以事实上它其实 并没有办法 它不是exact 所以你会看到它总是还会 做一点相对的一个误差 好 那所以同这个状况之下呢 会建议大家 你依然会实作 实作Math A 或实作Math C 那当然Math B是最简单的 不过Math A Math C应该是比较吻合 这个standard normal description 那么事实上也可以很快的 验证一下 run一下看这个换例 所以这里头 是属于continuous的 那我们是standard normal 那以这个例子来一样 那我们把CDF呢 Display拿掉 那假如是1000个 16个bin而已 我们改成15个bin好了 那你会看到它的差异 所以当你replication不够多的时候 你会看到 这个差异性还是有 这个每一个 其实它有点误差 离那个标准绿色来断距离 那如果说我们的replication多一点 多一点 好 那again 就是看起来是 似乎是比较close 然后这是1万个 对不对 十万个 十万个看起来好像差异不大 对不对 十万个 百万个 OK 那千万个 那就花点时间了 所以事实上我们有三个 那个不同的standard normal的 产生的algorithm 那我们会不会让它replicate 1000万个 统计它的那个bin 统计它的historium 但是historium里面 我们使用的只有15个bin 稍微比较 比较粗略一点 那 应该乱完了 这应该乱完了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三毛我们把它取成31个bin 其实比较细一点 可能比较有东西看出端倪 这里头的这误差呢 是直接可能直接这个 这个那个bin 比较那个疏散 那bin 比较比较极密 看起来是比较OK 就并再更多一点 我们讲说61 你会看得出来还是有差别 就是黄色的eventually 最后就图显出了 它其实是appartimation的这些 那个稳图度 就是exact的稳图度 没有像那个紫色 maxa跟maxc来的好 好所以透过这个演练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 将来implementation wise 你依然会采取第一个method 或是第三个method 都可以 好 那 当我们有那个implementation 标准的所谓standard normal description 的话 那接下来呢 因为其他所谓一般的normal 还有loganormal 就是intern 这个standard normal 所以他们的algorithm就很好写 就可以 就是唯一困难的地方就是 这个normal description 这个algorithm比较难写 我们必须要用approximation的方法来做 那只要他有了 只要他有了 那你要做那个一般的normal mu跟那个sigma 这种参数 那很简单 你先用normal 一样哦 我们只呼叫一次 应该只呼叫 这个normal 然后应该只呼叫 这个normalize一次而已 那你假如说是用那个 那你假如说是用那个 假如说是用那个 第三个method z的话 那应该是有两个 那method b呢 就是十二个 十二个 十二个那个unit random的 这个乱数产生器 就产生了十二个 那原理上 所以我们 呼叫normal 还是只是呼叫一次 那个u而已 只得到一个u而已 所以synchronize 是有synchronize z等于这些东西 那这是线线先加好 z呢 乘以那个sigma sigma是scale 那obset呢 是加上它的min 所以呢 你的normal 是in turn 说standard normal 过来的 那相对的 logonormal一样啊 logonormal参数a跟b 所以类似的 你都得到一个z 先得到一个 那个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的 一个随机变数值 那用它呢 乘以b 加上obset a 再起 exponation 函式就得到logonormal 好 所以呢 没问题了 除去觉得standard normal normal 还有那个logonormal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识弱它 那比较麻烦就是 所谓标准的standard normal 必须要用你们的approach 来做 好 那我们 我们在 discard这种所谓乱数产生的algorithm 第一种当然 如果说有f inverse 是close form 非常简单 就直接产生一个 那个random number 0到1random number 就带进去 这个inverse function 就得到了 那像standard normal 没有 standard normal 就没有 那就要用approximation 技术来错 好 就是我们可以用numerical inversion的一个手法 那inverse的手法就是其实在解什么 也就是说 正常状况之下是那个 u等于f over x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设法找到inverse的u 找到x 那没有这个家伙 那不要紧 我们就直接到这个函式来求解 那透过那个所谓evolution的这种程序 来求解 那个叫numerical inversion 那其实我们在第六章已经有介绍过 不过我们在这边针对continuous的这个那个 inversion的一个maxim 在做一个那个演算法的乘数 好 所以given呢 你先找到一个unit 借于0到1.0之间 对不对 那我们要决定 随机变数出来 所以 那大前提 大前提 你至少你的这个 随机变数要有f function 还有这个那个cd function 不管cd function是不是很复杂 但原则上有这个两块 我可以找出它的指出来就可以 and a convergence c的一个parameter 你要 因为它是采取那个evolution的这种渐进方式 就是这个意思演化 演化到说 上一个跟这个误差 你要设定一个误差 这个误差值呢 是一个小的非常小的一个振数 如果上一个跟这个误差已经非常小 代表它已经收敛了 那就这个值就是当成x送出来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epsilon值的速度 那这个algorithm will solve这个equation 我没有这个交往 但是我可以solve它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设定初始的x 那通常我们以μ的值作为初始的值 因为比较容易找到 因为pretty much呢 你可能产生的随机变数 都是在那个μ之间 所以这个初始的 这是初始的x 那把x assign给t 然后呢透过这个 这个是given 我们要找x嘛 这是given 那given呢现在目前的t 目前的t 看它的t 然后呢相减误差值 除以这个是就是 这个其实等同f' t 这是从那个泰勒斯这个方式展开出来 我们如果说忘了 大家再回去看一下第六章 我们有公司的推导 公司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要怎么移动 就是原来的上一个x在这个地方 要加这些那个移动量 得到新的x 所以x的缓户在这边演化 一步步演化 那朝着这个解在走就对了 那只要说 目前的x跟上一次的x 上一次的x 放在t这边 这两个的误差 如果说还大于我设定的ε 就是还不够逼近的时候 那我们就缓户 反复演化 演化到说这个已经收敛到 这个误差值之内的话 那我们就return 那时候x回来 那这个是所谓的那个 你们可以inversion的手法 所以我现在知道的是u 那我要知道这个家伙 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知道 那不要紧我们先设x等于t1开始 那是不是也算出ft1出来 那这里头是不是又可以知道 那个slope 斜律的方向 所以将来两个方向 所以t2呢 将来等于t1 加上这个距离过来 那距离找到之后呢 再看斜律的方向 再看这个斜律的方向 那斜律的方向 再找到下一个点进来 那一步一步的这样的交互 交互演进 演进到这个找到x出来 这是neumology inversion的一个做法 好 那哪些 那个随机变数要用到它 像ern ern 如果说你不是像前面几页 使用的是那个ng 那个所谓exponation分布的话 因为那个时候呢 其实用演算法 你可以用ng 那个exponation分布 exponation分布 那是它的那个min是b 你可以用这方式来做 那这种方式的做法 就没有所谓synchronize 它不是synchronize 因为ng 有ng ng 这个exponation就是产生ng 那个random 那个 uniform distributed 那就是没有synchronize 那所以呢 二人其实可以改用 这个所谓 neumonic inversion的手法 因为二人里头f function有 那你如果说还记得的话 我们那时候f function 是一个稍微 复杂一点 但是可以计算 是一个incomplete 的一个gama function complete gama function anyway 它存在 只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找到 那个f inverse 没有办法去找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改用neumonic 所以你有f orx 有这个fx 大解f 那你就可以用 neumonic inversion的手法 作为乱数产生器的演算法 好 那以上谈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这几个 那我们再回来 前面其实有介绍过 像儿人呢 其实可以 因为儿人可以intensive 那个exponation angle 所以最后我们discuss的就是说 alternative的这种random value generation 大前提 是你的那个这个乱数分布模式 是可以internal另外一个乱数分布模式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alternative的方式 规划它的演算程序 所以based on expected value delivation or random value from other random value 也就是你这个random value 其实可以express in terms or另外其他的random value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来建构我们的乱数产生器 大前也是一个random value 是generated in terms or other random value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internal others 对不对 那别的人要先产生别人 那别人可能就用了一次 所谓 那个normalized random number 对不对 所以它是usually non-synchronized non-monotonic 是可以理解 好 所以我们再回到看一下erran 前面介绍过的 所以erran呢 nb呢 random value can be generated by summing 加总a一个id的这个exponation b ok 那这种方式看起来非常直接 非常clear 因为你毕竟不是透过那个numeric方式来做 所以这是一种选择 你就执行的exponation b次 那你别忘了 这个b 那个n次 对不对n次 就是反护n次 那n次的每一个exponation 是不是有呼叫一下random next double 对不对 next double 也就是说u呢 你做了几次 n个u 产生了n个u 那当然没有synchronized 这没有synchronized 所以这个algorithm 是portable ok哦 exact robust 而且很非常清楚 clear but not synchronized 或是non-monotone 无所谓的 其实它是exact 其实功能是一样的 那反而从那个 去规划看看 如果是n非常大的时候 其实这里头运算也蛮复杂的 然后那个numeric的方式 很难讲 它可能是converge的速度也会慢 但是通常 你们那个手法里头 大概因为converge 假如说epsilon 不要给它太严苛 它其实 能够程度 其实它收敌也很快 好那观察一下 如果说你采取的是这种 所谓alternative的做法 就是你的random values internal 另外一个先产生其他随机变数了 那才都成你的那个随机变数的 像2.0这个案例 2.0案例总共 它有n个exponation的呼叫 对不对 好那n个所以它复杂度 从converge夹到n个 n个东西 那如果是n非常大 给电影n非常大 那其实在每一个exponation 是不是有一个log的运算 ln的运算 你如果还记得 exponation有一个ln 所以总共呢 会有n个ln的运算 那ln的运算 其实是 会花一些CPU时间 所以这个operation 并不是efficient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现在一个适中 x的variable involve x的值是 ln a1 加上ln a2 一直加到ln 那你其实 电脑程式 要算这个x 是不是involve到n个 这个log的运算 好那透过数学式的推展 我们左边各取exponation 对不对 然后这个exponation 这个相较对不对 其实就等于是每一个相乘 相乘对不对 那相乘之后呢 这个exponation呢 相乘的结果呢 再把exponation 透过ln 扣掉 那是不是就等同a1 因为这两个变成a1 这个变成a2 a3 下来 exponation的这个turn 所以你可以先把a1 一直乘到an 然后呢 反过来取ln 所以x的等同一个 这个数学是 这是推导给他看 其实如果说你还记得 当ln a1 加上这个时候 自然而然公式就是 x是等于ln 这些全部乘起来 所以这种演算程式是prefold 因为它只有一个log运算而已 你先乘 再取一次log 你不是log了n 因为log了n 因为log了n 它CPU运算时间是 就是比你一个a2个n 来得大得多了 假如n非常大的时候 所以algorithm-wise 你要考虑它的运算的efficiency 所以我们如果说 采取这种方式 其实我们怎么做 就1-random 你还记得吗 1-random甚至可以简化成 连简都拿掉 就做random就好 所以事实上 骨子里头你可以n个 n个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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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个random相乘 然后再取一次log 就好 所以这个algorithm 产生的arrowing会比较有效率 所以这种演算法 这种演算法 一样这两个演算法 其实都是所谓alternative的做法 不是你们可以inversion 也不是直接从那个f inverse过来 对不对 但是我们用的是 就是in terms of be added 那它还是exact 好 那么再介绍另外一个随机变数 它叫chi square 那chi square 所以它是源自于 也是要源自于所谓的那个 standard normal description过来 所以 if n n是一个positive integer 那x呢是一个chi square 所以它参数唯一是n个 random value if and only if x等于z1 square 一直plus plus 一直给加到z sub n dn个的square指出来 所以z1到z sub n 是一个iid sequence of normal 所以你看这是standard normal standard normal description random value 好既然它的definition是这样 那是不是在它algorithm实作的时候 就直接用 所谓alternic的做法 就可以 就是你in terms 其它随机变数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看 一样啊 angle 那我们就先产生angle standard normal的这个随机变数的值 那全部加总 那全部加总起来 对不起 全部先平方之后加总起来 好 全部加总 最后的一个值就是它的随机变数的值 那当然 它没有synchronize 因为它用了angle 跟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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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 用了angle 那个exponation分布 然后呢 我们是用 也是这样 我们这边是用了 那个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跟它只是平方加总起来 二人是angle exponation直接加总起来 好 所以这个algorithm一样啊 它是portable exact robust and clear 很清楚啊 but not efficient 为什么not efficient 你还记得吗 我们要做一个normal 就很清楚 一样apportionation 那还有angle过来 所以 而且如果n大1的时候 1当然就一个没问题 那n大1是两个这样 就是non-synchronized 或是non-monotonal ok 可以理解 所以 开啊 或是那个儿人 其实从implementing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internal 其他的那个随机变数 是比较简单 好 那最后一个我们谈的是 student的那个 那个random value 一样 它还是参数需要一个 一个而已 那student呢 这个 这个n大1稍微 比较复杂一点 它不只是internal 一种 那个 随机变数 我们看它的definition 所以 the random variable x是student的 那个description if and only if x是等于一个n 你看到 一个standard normal description 然后over 什么 over开根号一个v v我们也介绍过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可能再用x over n 好 那z呢 是一个normal standard normal description v呢 它也是刚才前面的k square n k square n 好 所以 记得吗 好 我们的k square n需要几个 n个 那个 n个z 对不对 n个z 那这边又有一个z 所以其实n加一个z 从总挂来看 好 nz 所以z 跟v呢 那个independent 所以它的algorithm 就先来产生一个z 先来准备一个z 那之后呢 呼叫前面那个k square 产生的演算法 所以其实这里面involve到angle 那个normal 来 01 可以理解 好 再算追击 那算出来之后再做运算 好 开square 那个 开根号square v over n 总共angle 指定 等于是average 好 那z呢 over time 这样土回去得到student 好吧 所以student上号就是比较configate一点